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分钟的扫货 今天是年29 你看全部都在做最后一分钟的扫货 我们也来买干 今天是大年除夕 我已经开始放假啦 放假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去 然后我的老婆也是回去上班了 她被公司规定 一个礼拜要回一天公司上班 所以我一个人在家也无所事事 就出来做送餐吧 现在是8点15分 我要开工了 刚刚做完Grab回来 现在要去找我老婆吃饭 她应该要放红了 刚才在送餐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 就是那两个是她在路边停 然后要放飞机下车 然后我以为她只是在那边停住 我就从那个 taxi跟路旁的踪过去 踪过去的时候 那个客人就突然间开门 然后就装上去 然后就转两脚声打回下去啦 你看我的脚 好幸运没有流血 只是这边肿起来而已 现在有一点痛啊 然后有一点点小伤口 因为我把自己包到很紧 你看这个是没有肿的地方 这是肿起来的地方 这个是我用电动脚车送餐 第一次发生意外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竟然是出席 好歹没有流血 没事 现在要去找老婆吃团圆饭了 前面就要到了 等下让你们拍一看我们 今天的团圆饭吃些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要吃什么 我们就随便找一家餐厅 希望就不会做 喜欢吃什么 我知道了 吃火锅吗 随便啊 你去找 有人讲还有increment了 所以还要请客 对你们讲那种教材的餐馆 是真的不用想的 因为一定会 Fooley Book 所以我们就来Foobees 这边随便找一些餐厅来吃 好我们去找一下 等一下再让你们知道我们要吃什么 哇 其实还蛮热闹的耶 我们今年的团圆饭就是吃这个五四烤肉 Samurai BBQ 哒哒 我们等一下会坐在这边 刚刚还有两个人的味道 不一样的年夜饭 不一样的团圆饭 不一样的团圆饭 小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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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蜻蜓 是在那里出产的 是在那里出产的 中国云南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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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夜结束 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大年初一 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新加坡过年的油脂 因为家里不方便住 所以就必须去外面打饱之类的 可是重点是今天是大年初一 头一天 并没有什么电开耶 所以现在去找一找 有什么早餐可以吃 所以大年初一的早餐 就是Roti Plata Roti Telo 还有Data Lek 就这样搞定 这个就是我们大年厨艺的晚餐 现在在哪里 这个是Jewel 火水生才说的 还有 这个是我每次来Jewel 一定会来吃的甜蜜 我超爱的耶 真的喝一口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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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yo Milk Cheese 超级好吃的 OMG 这个就是我的最爱 大家看一看 OMG 我的最爱我的最爱 找一个地方来吃 这个是Cheese Cake 这个是Cheese Cake 诶 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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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二 今天我来跟我的弟弟妹妹一起吃团圆饭 所以我们先来捞身 来 开始开始 恭喜发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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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当错了 哦哈哈哈 万事如意 八面玲珑圆圆圆满满 哈哈 来点光景 甜甜蜜蜜 大吉大利 花开富贵 天地黄金 一片狼藉 可是还蛮好吃的啦 其实 快点 你的朋友要你上镜 我不要 我不要 他叫什么名气好了 朋友 我不要 这个是我最小的弟弟 然后他的朋友 第一次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 讲要他上镜 结果他拒绝上镜 我已经实行了我的诺言了 所以你们私下去信息他 OK 可以快点 讲哈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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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为什么你没有看镜头 我没有看 你的朋友非常期待你上镜耶 这支是我最小弟弟 引以为豪购买 回来的酒 这是什么酒啊 什么酒啊 什么酒啊 Rokujin 怎么可能 有什么特别 请问 不要问我 你不要走跟你讲 你要调酒 我会跟你调 我看你怎样调 快点 我们来看看 他大显身手 怎样调酒 我没有调过 我们又再一次坑了我们的小弟一轮 差不多 差不多 你这么又盖嘴吗 差不多 五十五十四块这样子 多少钱 五十四块七毛八 啊 请问有什么感想 小弟 好吃来这边都会被咳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小弟请我们的 超贵的 真的是啦 超级好喝 哇 这是什么啊 黑梯啊 总共有倒杯 我们要跟我们的小弟讲一声谢谢 一 二 三 谢谢 谢谢 快点你看他尴尬的表情非常好笑 喝茶喝茶 喝茶 耶 饭后甜品 你刚刚我要拍哪里啊就散哪里 开动 虽然2021的农历新年过的与往年不同 我也跟大多数的游子一样 都因为疫情关系没办法回向过年 但是这个新年我过得还是很开心的 换个角度想 这可是我第一次没有在家乡过年耶 何不好好的享受当下 就算今年没办法与对岸的家人一起过年 但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还健健康康的 这比什么都重要 你们不也这么觉得吗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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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